一分钟看完这条视频 能让你们在买翡翠的路上 省下好几万哦 第一 微料当然谁卖 很多商家忽悠新手小白 把微料当成免料 有些声明 微料不是假货 只是场地不一样 价格比免料便宜 如果商家以免料的价格卖微料 那你就可以正常无权了 第二 灯光特效迷人眼 一件翡翠在不同灯光下面 表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尤其这色货 在特定的颜色 灯光下面有色 在自然光下面颜色就没有了 买色料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学会先看自然光 第三 有色有种最吃亏 很多干接触翡翠的翠柚 出色颜色就忽略了种水 就像干青 它的颜色很绿 但是种水很差 其实这种料子的价格很便宜 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说 在固定的预算下 一定要先种透色 第四 料子做薄 喊高冰 一些商家把料子擦的雕件做薄 风透度自然就好了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观察厚度 大家还又分不清翡翠种水的 可以去翻一下我前期的视频 虎 造假翡翠不能带 像这种翡翠颜色鲜艳 又透又亮 而且价格还便宜的 都是经过酸洗 染色 注胶的 大学物质会残留在意识内部 佩戴对身体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正规渠道 买翡翠 还有 鉴定证书也有假 规的都会有相对应的标志 营免地址和查询电话 如果不放心 还是去专业的机构复检 稳妥